大家好,我是河董 本期介绍片名就剧透了 但是故事依然好看 题材依然吸引人的科幻片 《逃出克隆岛》 故事发生于未来 据说地球环境遭到了污染 幸存的人类在地底下苟活 虽然衣食无忧 但他们的生活作息一切都按部就班的 也不算什么自由 好消息是呢 传说有一个神秘岛的地方 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 没有被污染 但是总不能大家一拥而上啊 又把环境给破坏了是吧 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上面的工作人员定期抽奖 重彩的人才能提前去到神秘岛 当然了 如果是孕妇刚生完孩子 作为优待也可以提前去 这不大高个儿老黑 刚刚中了奖 得瑟的不行呢 我们的蓝绿主 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每天做着调配药水啊 给馆子注入营养液啊之类的活 非常的无聊 蓝组不怎么安分 借口电脑坏了 去找修理工长毛聊天 无意间抓到一只飞进来的蝴蝶 按照工作人员说的 外界已经被严重污染了 怎么可能有生物呢 而实际上 这里其实是一个克隆人的培育基地 必须编造理由 才能让克隆人相信这里是最安全的 是吧 才好控制他们 而克隆人每天调配的营养药剂 就是给那些还未长好的克隆人用的 当晚正巧是新一轮的抽奖 大家都聚集在屏幕前 偏偏今晚抽中的正好就是女主 蓝组心里依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深夜 蓝组又从噩梦中惊醒 想了想如果虫子能飞进来 那么外面应该也没有被完全毁灭啊 他决定想想办法爬出去看看 果然爬上去还真的有一层 似乎专门给工作人员用的 稍微瞧照一下四处逛逛 这一逛不得了 竟然发现那个白天因为生孩子 而选中去神秘岛的孕妇啊 在生完孩子之后 竟然直接被注射了毒药 原来他这就是给有钱的夫妻做代孕呢 孩子生完了当然他也就没用了 而另一个手术室 更早之前中奖的那个大高个儿老黑啊 正在做解剖手术 似乎是要从他身体里取某个器官 幸好他体格健壮 麻醉剂量不足 受惊的老黑挣扎着大喊 这根本就不是去神秘岛 不过没跑多远就被保安给拉回去了 躲在一旁的男主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神秘岛根本就是骗人的 中奖意味着死亡 他必须马上去警告刚中奖的女主 另一边 负责整个克隆基地的史博士 查看了录像 一扫眼就看到了 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男主 这还了得立马抓人 男主也来不及解释了 拉着女主一路狂奔 毕竟两个人互有好感 女主是非常的相信他 逃跑途中 他们也发现了克隆胚体的生产线 无数的克隆人在这里被植入记忆 就跟自己目前的记忆是一毛一样的 最终靠着盘根错节的通风管道 两人才侥幸逃出来 外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的 一切都是编造的借口 这个机构有着国防部的投资 专门给有钱的政商富甲们制作可代替的器官 以保证他们言言言益寿 但是对外宣声只是说没生命的培体 没有说是克隆人这个事 眼下两个活生生的克隆人跑的 要是让公众知道了 那就真的玩犊子了 政府也会跟你撇开关系 然后直接定罪 连便捡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 史博士找来了高级别的安保机构 小黑来帮忙 不要以为别人的安保 是你们小区门口的那种老大爷 他们是正二八斤参加过战争的前海报突击队成员 要是命没那么硬的话 胡子是不会长这么长的 回到拦主这 两个人漫无目的的跑也不適合办法 正好之前在长毛哥那里捡了个火柴盒 上面有个地址 去那里应该能找到长毛 顺着路 果然就找到这个酒吧 拦主很生气 他把长毛当朋友 而长毛却一直不告诉他真相 没办法 长毛哥将两个人带到了自己家 也就坦白说了 你们都是克隆人 就是给有钱人提供备用零件的 满足了吧 但是有钱人也不知道他们用的是克隆人 所以也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这项技术 此时拦主提议 如果直接找到本体 就可以将这件事公众于世 根据名字的代码 就能知道本体的程式 长毛先带两人换衣服 原本女主是想穿这件的 立刻就被长毛给阻挡了 我现在是真的有点恨他 三人来到火车站 顾佣斌这边根据拦主体内的微型机器人 很快就锁定了位置 长毛还是很机智的 一看情况不对 马上让两人跑 男女主趁乱钻进火车 才捡回条性命 来到洛杉矶 顾佣斌小黑带着人正要上去绑人 结果警察提前一步将两个人给抓了 因为长毛的信用卡他们用过 他刚被杀死 显然两个人是最有嫌疑的 石博士听到这个消息也急了 男女主要是被带到警局 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两人 既然如此 那就放手干 直接撞翻了警车 跟警察枪战起来 这些个雇佣兵真是吊吊的 这瞧花了值 男女主混乱中跳上一辆卡车 为了防止追兵 将体轮子一个一个的推下去 现场是一个个车毁人亡 但是这位货车司机 你的货都掉没了你就没有觉得你的速度轻快了许多吗 你也是有一点吊吊的 最终小黑派出了飞天摩托 原本远远的开枪 打死男女主不就完了吗 但是摩托车手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非要贴着卡车飞 被拦主一体链子轮飞了 两个人正好抢下摩托车逃命 完美的实现了关键时刻送buff 之后两人开着摩托撞进了大楼 掉到了广望牌上 目测这个没有80层也有50层的 追上来的顾佑平准备打掉广告牌 掉下去摔也摔死你们 结果 蓝女主掉到了下面施工的大网上 竟然没有死 这么个高度一个破网子 你们都是要切成块的 要不你们也别跑了 试一试可能子弹其实也打不死你们 好不容易躲了一晚 两人找到了蓝主本体的豪宅 果然是个有钱人 门口都是视网膜加密门 估计没有一个破差队友是根本就进不去 但是等等大哥 你告诉我这个门的高度 真的有防盗功能吗 本体见的蓝主也是大吃一惊 这时候新闻上也正好出现了美国总统的演讲 这不就是蓝主在克隆所的朋友吗 原来总统也参与了这个计划 举报肯定是不行的呢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电视台曝光 蓝主的本体决定带他们一起去 可女主对这个本体有一点不放心 在家以防万一 有蓝主他们两个去电视台 果然在途中就遇到了雇佣兵 蓝主的本体也露出了本来面目 我马上就要死了才参加克隆移植计划了 岂能让你搞砸了 车被逼到了死路 蓝主和本体下车扭打到了一起 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顾佣兵小黑有点傻傻的分不清 正在犹豫中 蓝主偷偷的将自己的手环 扣到了本体椅身上 这一下小黑也不纠结了 当场击毙了本体 其实蓝主只要继续假装下去 完全也可以取代本体过他的生活 但是这个时候 克隆公司打来了电话道歉 还透了一个信息 他们想要将蓝主这一批的克隆体 全部毁掉 因为这一批的大佬 竟然会随着时间 恢复本体的记忆 越来越难以控制 干脆重新做 你什么时候再来体格检 抽几缸血 蓝主一想 那里有好几个好朋友 还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克隆人 不行 两个人商量好 打算杀回去解救同胞 计划是蓝主假装去体检抽血 女主直接让他们抓了 之后在里面理应歪合 克隆所这边 为了销毁那批有问题的克隆体 搞起了人人重大奖的活动 一批一批的中奖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抽奖上 两个人才得以轻松的接应上 按道理 雇佣斌小黑 将女主给抓回基地 任务就算完成了的 就可以领钱了的 但是 他这一路闲逛 也看到了一些端倪 蓝女主这两个克隆人 无非就是想活着 克隆人也是人 你们这样搞不好吧 史博士才不管那么些的 你到底是雇佣斌 还是哲学家呀 你跟我讨论这些有的没的 想当年我们史塔克家就是太优柔寡断 才混得很惨的 你懂个屁啊 另一边 克隆基地呢 也发现了蓝主潜入进来的事 再次紧急调动保安去抓 此时的小黑 内心已经站在了女主这边 准备帮他救人 因为他之前呢 也是被人没当人看 他在女主身上 找到了曾经的影子 我看还不是斯嘉丽长得好看啊 你个大熏肉猪蹄子 换个老嫂子 我保证你找不到曾经的影子 蓝主负责去搞破坏 拔掉了散热风扇的保险装置 这个时候 史博士也杀到 两人直接打起来 最终 蓝主被史博士打倒在地 史博士呢 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放下枪 非要亲手去掐死蓝主 果不其然 蓝主趁机 捡起了他放在地上的武器 一击命中 所以告诉你们 电影的反派90%的死亡原因 就是把主角打倒在地后 不注意观察主角那双 不老实的手所致的 由于蓝主推开了保险 巨大的风扇无法散热 而烧毁发生了爆炸 导致整个地下基地 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那些被女主从焚烧炉里 解救出来的克隆人 包括其他的一些克隆人 全部一涌而出 第一次欣赏着外面美好的世界 最终蓝女主再次拥抱在了一起 远处的小黑露出了 慈父般的微笑 你又没钱啦 又没得妹子 你图个什么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的片名一开始就剧透了克隆的事实 故事发展的前期 也都没有留任何悬念的全盘托出 但是电影的后半段照样是很精彩 是值得一看的视觉大片 再一个 人类身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 虽然种群庞大 但是每个人的生物信息都是唯一的 如果克隆人可以做到跟本人百分百吻合 那我们怎么保证 未来某一天不会被克隆人替代呢 如果将所有的克隆人都标上记号 那么这些克隆人又将会成为人类最大的敌人 这是为什么 因为人类的天性 就是喜欢以群体的名义 歧视和打击另一个群体 我是二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这次是绝对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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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